天父这位神对我们寄予厚望 祂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些话 表达了祂对我们的期望 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完全 或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一样完全 祂提出计划要使我们成圣 以便能承受高荣荣耀并与祂同住 祂知道达成这事的必要条件 因此祂提供了诫命和圣约 圣灵的恩赐 以及最重要的 祂爱子的赎罪和复活 好让我们有可能改变 神做这一切目的是要让我们 也就是祂的孩子 能够体验最大的喜悦 能与祂永远同住 并成为像祂一样 达林·乌克斯长老在几年前说明 最后的审判 不只是对我们所做过的一切作为 所有善行与恶行的总和 所做的评量 也是对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我们的行为及思想的影响 所做的一种认定 对任何人而言 只有外在的行为都是不够的 福音的诫命 教育及圣约并不是一定要存入天国账户中的项目 耶稣基督的福音计划 是要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天父 要我们成为的人 遗憾的是 现代的基督徒多半不认为 神会对相信他的人有什么真正的要求 反而将神当作管家 有需要时招之寄来 或是把神当作心理治疗时 可以帮助人们对自己有良好的感觉 这样的宗教理念 并不要求人改变生命 相行之下 一位作者表示 希伯来经典和基督教经典中 所描写的神不仅要求我们做承诺 更要求我们奉献一己的生命 圣经里的神所谈论的是生死大事 而非人生的舒适美好 他要求人们付出一种有所牺牲的爱 而非无所谓的随意付出 如果我们想要达成天父对我们的高远期望 就必须培养某些品格和习惯 我们今天必须要特别提出来一项讨论 这就是愿意接受纠正 甚至寻求他人的纠正 我们若要符合天父的期望 去变得完全要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就有必要接受纠正 保罗这样说到 神的纠正或管教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神的管教虽然让人往往难以忍受 但是我们确实应该感到高兴 因为神认为我们值得 他花时间和心思来纠正 神的管教至少有三个目的 劝我们悔改 锻炼 圣化我们 有时候要修正我们的人生方向 重新引导到那条神知道是更好的路上 让我们先来讨论悔改 悔改是宽恕和洁净的必要条件 主宣告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们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他又说 我的人民必须接受管教 直到他们学会服从 若必须这样 就由他们所受的痛苦的事来学习 在一则现代启示中 主命令 四位资深的教会领袖悔改 他也可能命令我们当中许多人悔改 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按照诫命 教导孩子 而且没有在家里更勤奋 关心 在摩尔门经里 主站在云中和亚烈的哥哥 谈了三个时辰 因为他不记得呼求主的名 而惩戒他 所以他就悔改了 愿意悔改 由于亚烈哥哥乐意接受这项 严厉的指责 后来有幸看见前生的救赎主 并接受他的指导 神的管教促成人的门悔改 进而变得正义 忍受管教的经验 本身除了激励我们悔改之外 也能锻炼我们 让我们准备好 享有更多的灵性特权 主说 我的人民必须在一切事上受考验 好使他们准备好 接受我要赐给他们的荣耀 即西安的荣耀 不受管教的人 不配进入我的国度 他在另一个场合说 因为凡不愿忍受管教 又不认我的人 不能被圣化 Paul Johnson 今天早上所说的 这些是应该帮助我们 发展神圣的神性 跟随阿尔玛的人 在西兰建立了西安 但是后来却被俘虏了 他们不是应该获得祝福吗 怎么反而遭受了苦难 但是记录中说 然而主认为应该惩戒 他的人民了 是的 他要考验 他们的耐心和信心 然而 凡信赖他的 必在末日被高举 是的 对这人民而言 也是如此 主赐给他们力量 减轻他们的重担 让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背上有重担 最后并拯救了他们 这个经验 让他们的信心越发坚定不移 而他们从此以后 与主了有了特别亲近的关系 神会用另外一种形式的管教 来纠正 来指引我们的未来 这个未来是我们现在见不到的 但神知道那样对我们比较好 前十二使徒和总会会长团资理的 瘦白狼长老 曾谈到一次个人经验 多年前 他在加拿大买了一座荒废的农场 在清理整修这块地的时候 他看到一棵高度超过两公尺的红醋栗树 树上没有结果子 所以他大肆地修剪了一番 只留下了短短的枝子 然后他在每根砍过的短树枝末梢 看到一滴露水 好像是泪水一样 红醋栗树似乎在哭 他好像听到树在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长得那么高 而你现在竟把我砍下 园子里的花草树木都会瞧不起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还以为你是这儿的园丁呢 白朗长老回答 小红栗树啊 我是这儿的园丁 我知道我要你长成什么样子 我不要你当果树或遮阴的树 我要你当红醋栗树 小红醋栗树 等到将来有一天 你身上结满了果子 你就会说 园丁先生 谢谢你这么爱我而砍下我 许多年后 白朗长老担任加拿大陆军的司令官 驻守在英国 一位比他高尖的军官在战争中殉职 白朗长老是晋升为将军的第一顺位人选 因此被传唤到伦敦 白朗长老完全符合升级的资格 但却因为是摩尔门教徒而没有被晋升 指挥官大概就是说 你应该得到这个职位 但是我不能给你 这公然的歧视 使得白长老十年的期盼 祈求和准备 都在那一刻 从他的指缝间溜走 白朗长老继续回忆 我带着破碎的心和苦闷的灵魂 搭上火车回去了 当我回到帐篷内 把军帽摔在床上 我双手问拳 朝天会舞 说道 神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为了这个目标 我接近所能 所有能做的 该做的 我都做了 您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我的心有如苦胆满怀 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 我认得这个语调 是我自己的声音 那声音说 我是这儿的园丁 我知道我要你做什么 我的灵魂不再苦闷了 我跪在床边 祈求神宽恕我不知感恩 如今经过了将近五十年后 我仰望着神说 园丁先生 谢谢您这么爱而砍下我 这么爱我才让我伤心 神知道受白朗 应该成为怎样的人 也知道必须发生什么事 才能让他成为那样的人 所以神修正了他的方向 让他准备好 去接受神圣的使徒职位 如果我们诚心渴望 符合天父 对我们的高远期望 并尽力而为 他就会确实我们接受到 所有必要的帮助 像是安慰 巩固 或是管教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 我们所需要的纠正 就会以许多形式 从许多方面而来 这样的纠正 可能是在我们祈祷的时候 透过圣灵对我们的意念 和心思说话 也可能是对我们自己 所做的祈祷说不 或者给予我们 一些意料之外的答复 我们研读经文时 发觉自己的不足 不服从 或只是想到一些忽略的事 也可能出自神的管教 纠正可能会经由他人而来 特别是那些受神启发 来关照我们福祉的人 今日的教会和古代 一样有使徒 先知 教掌 主教和其他的人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你在这次总会大会中 听到的一些事 可能呼吁你要悔改 如果你听从的话 就会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我们同为教会的成员 可以互相帮助 这是救主建立教会的 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遭受不尊重 或不爱我们的人的恶意批评 欲用足够的温顺 去面对和从中找出 对我们可能有益的事 是很有帮助的 纠正 我希望是温柔的纠正 也可能从我们的配偶而来 刚才对我们讲话的理查 思考的长老回忆 他刚结婚时的一件事 他的妻子金妮建议 他在跟人说话的时候 眼睛要看着对方 他说 你会看地板 天花板 窗户 就是不看他们的眼睛 他接受了这个温柔的指证 这让他在语言商量 和一起工作时变得更有效率 我曾在思考的长老的带领下 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 我可以证明 他个人说话时 眼睛会正视他们 我可以再补充一点 如果有人需要被纠正 这样的眼神可以洞悉人心 父母如果不想让孩子 受到无情的撒旦 和其徒众控制 而彷徨迷失 可以纠正他们 也必须纠正 甚至管教他们 陪道潘会长曾说 一个人若有责任去纠正 但却没有去做 那么这人是在顾虑自己 要记住 指证必须及时 而且应该明确清楚 当被圣灵感动时 事实严加训诫 事后对你的训诫的人 表示更多的爱 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 正如主曾斥责 约瑟斯密等人 没有好好在家中教导福音 但是在斥责他们之后 主接着也说 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我的灵不会与人 一直对世人努力的 如果我们的纠正是 从我们内心而来的话 我们应该自己自我省察 我们亲爱的一位同工 已故的约瑟 胡适令招了 之所以成为纯洁 谦卑的门徒 原因之一 他会分析自己 在每一项指派工作 和任务上的表现 他渴望让神喜悦 他会 所以决心要学习 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 而且勤于应用 他学到的每个教训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神的 不论我们的能力的天赋 每个人都可以达成神 对我们的高远期望 摩罗乃声明 如果你们摒弃一切邪恶 尽能尽意尽力爱神 那么基督的恩典 对你们乃是足够的 使你们能够借着他的恩典 在基督里成为完全 我们必须勤奋 忠心的努力 才能获得恩典 这赋予能力 力量 这样的努力 必然包括顺服神的管交 以及诚心的彻底悔改 让我们祈求能获得他 出自爱心的纠正 在各位努力达到神的高远期望之际 愿他能给予你们支持 并赐给你们那必然会来到的十足快乐和平安 我知道你 我都可以与神和基督合一 我要为天父和他的爱子 以及因为他们而能拥有的那令人喜悦的机会 献上我卑微而坚定的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